我们再看一下最近国会这方面 也是在持续关注中共国 是作为一个独裁 没有民主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集团 然后我们看到国会最近 召开了好几个听证会 然后发现对于中共渗透美国的这种案件 听证会的次数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以前讲到 美国人觉得中共国发生人权的问题 好像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也非常关注中共 伸到美国来的黑手 所以他们特别关注 中共跨国镇压和渗透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还有众议院最近也通过了 维吾尔政策法案 还有一个关于中共国和西藏之间 争端的一个法案 当然了美国的政府和国会 都是站在被迫害的维吾尔族 或者是藏族 其实我就在想到 与其就是说通过这种 一个一个单独的法案 去支持维吾尔族 支持西藏人 那汉族人怎么办 就是中国人口最多的 被迫害最深的应该是汉族人 所以我觉得与其通过这些很小的针对种族之间的种族的一个议案的话 就不如就是把中共就彻底的给它脱钩也好 或者是灭共也好 那就是其他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然后还有呢 我们知道这个众议院呢 有一个叫做这个就是对抗中共的委员会 他们这个这个委员会的主席Mike Gallagher呢 在下周呢就会率团 而且是一个跨党派的 就是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 他们在21号呢会访问台湾 所以他们呢也是这次不仅要就是去拜会 台湾这个5月20号要新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先生 他们还会也会就是拜会一些台湾的就是在野党的一些官员吧 所以他们想释放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样子 美国会跟就是跟台湾和这个与美国共享 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国家会走得越来越近 然后也越来会越来越会远离中共 下面呢我就再有一个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就是最近的这个就是对抗中共委员会呢 他们就是在这个官网就是在那个推特上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报告 就是呢就是就在谈到就是在美国呢在脱钩的时候 会有美国很多的这个风投公司 就是风险投资公司 他们就是多年在中共国经营 然后赚的盆满钵满 现在呢美国的五角大楼就是国防部呢 要把一些就是给中共的这个军工和技术呢提供这个资金的一些 风投公司呢要审查他们甚至还上了一些黑黑名单 所以呢但是这些公司呢他现在要面面对国会的一些调查 所以呢这个报告就讲到呢现在就是这些美国的风投公司呢 他们对这个国会的这个议员说我们非常的害怕中共政府会报复我们 然后说我们在中共国的工作的员工都scare to death 就是吓死了 然后还说呢有一个就是公司呢 他的这个合伙人呢在中共国的合伙人哈 就突然消失了 然后呢又然后再次出现呢 就是在中共国的监狱里面 就是在中共国的监狱里面